如果我们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播个几十年 你一定会被当时的香烟广告给禁道 1917年 美国烟草公司的好彩排香烟刚亮相时 广告目的是宣传自己的工艺 到了1920年代后期 宣传语谣声一变 号称可以让女性瘦身 那些香烟的女性体重有没有变化 现在没法考证 不过那一年好彩排香烟的销售额 倒是增长了300% 看来瘦身的财富密码 上个世纪就已经被资本家破解了 到了1930年代 消费者渐渐发现 吸烟会引起咳嗽和喉咙不适等症状 致使美国烟草公司想到的营销策略是专家代言 于是打出 20679位医师说 好彩烟刺激更小的广告标语 20679位医师 美国烟草公司是如何让这么多医师出来背书的呢 主意采访吗 还是邀请做实验呢 事情是这样的 公司想医师成乡成乡的赠送好彩烟 并附上一封信 信的内容是 是否认为相比其他烟草品牌 好彩烟的刺激性更小呢 最后不出意外地得到了 20679位医师的积极回信 而其他烟草商看着好彩烟有了专业医师展台 人才两望啊 也坐不住了 于是1937年 菲利普莫里斯国际 也就是万宝路的母公司 决定玩个更大的 那就是在星期六晚邮报上面直接刊登 科学研究显示 抽菲利普莫里斯香烟之后 所有实验者的刺激不适症状 要么彻底消失 要么显著改善 也不知道这是香烟广告还是仙丹广告 目睹了专家变专家的你 也许已经猜到了 这项科学研究背后的赞助人 正是菲利普莫里斯公司 就是这样一个 我花钱赞助你来研究 我的产品有多好的研究 成功让菲利普莫里斯 激进了畅销一线品牌的行列 这一边菲利普莫里斯强调 自家的香烟含有特殊化学物 可以湿润喉咙 降低刺激性 那边美国雷诺烟草公司再升级 声称自己的烟草烧得慢 所以减少了尼古丁的吸收 广告语是 骆驼香烟 最多专业医师选择的香烟 至于怎么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雷诺烟草的操作 和美国烟草公司相似 先把骆驼烟 整箱地发给医生群体 然后询问他们 抽什么牌子的香烟啊 结果发现 抽骆驼的医生确实最多 在医生抽 圣诞老人抽 进步女性也抽的广告洗脑 几十年后 人们发现肺癌率飙升 根据相关统计 肺癌曾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 1900年之前 美国每年记录在案的病例 不超过140例 那时的医生 在面对一个肺癌病例时 会告诉他的学生 你可能这辈子 再碰不到第二例了 1950年左右 在面对诸多吸烟 有害健康的研究时 烟草公司们并没打算就此收手 他们的策略是集体抱团 联合起来发表声明 有关吸烟和肺癌的 关联性研究值得警惕 但他们并不具备确定性联系 一直到1965年 美国的烟草业才被要求 必须在烟草上 打上警告标签 1970年禁止烟草的一幕广告 这场争夺韭菜的商业营销大戏 才渐渐落下帷幕 然而演员离场 观众未必能够出局 回忆看1954年的那份声明 300年前 烟草为人们带来了放松 精神愉悦等慰藉 这些商家用来推脱的诉说 如今却变成了 不少人吸烟的心理安慰 即使在面对 每年超过150万的人死于肺癌 由烟草造成的肺癌 占80%的数据 依旧可以找出 长寿吸烟的个例来安慰自己 每年的世界无焉日 我都会做和烟草化题相关的视频 每年都会收到 各种老烟民的谩骂 因为他们认为 我们摆出来的很多科研数据 是对他们的诅咒 但我做这里的视频初衷 真的非常简单 就是在烟荷上 吸烟有害健康六个字之外 相对详细地警醒大家 长期大量吸烟 对自己以及身边人的危害 就像长期大量吃油炸食物 或者长期大量酗酒 对身体有害是一样的意思 我身边有很多亲友是吸烟的 作为最大规模的成瘾员之一 我们都非常清楚 戒烟是多么困难 只是希望条件允许 少抽一根烟 就是对自己和对家人的 多一点爱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